每次去外面吃火锅,我都想把它们的筷子带回家 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还满意送一的长筷子 一个在家吃火锅,一个炸粘活,真的太方便了 这样火锅下菜的时候也不怕会溅到手了 它是鸡翅木的,高温油炸都不会变形 像这种不太好夹的菜夹起来也不容易打滑 你就平时煮个面啊,或者煎个鱼啥的都能用得到 每次去外面吃火锅,我都想把它们的筷子带回家 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还满意送一的长筷子 一个在家吃火锅,一个炸粘活,真的太方便了 这样火锅下菜的时候也不怕会溅到手了 它是鸡翅木的,高温油炸都不会变形 像这种不太好夹的菜夹起来也不容易打滑 你就平时煮个面啊,或者煎个鱼啥的都能用得到 今年过年我不会再控制我弟弟喝饮料了 因为我买了一款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饮料 它是胡萝卜汁,你看它配料里面就只有胡萝卜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就怕有一股胡萝卜的土腥味 结果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它喝起来呢是地瓜的那种甘甜 喝完之后还有一股微微的回甘 还是新鲜采摘后马上做成的仙占原酱 你看它这个挂杯的状态就能想到 它这一瓶里面是真的有一万一千微克的胡萝卜素 它既能满足孩子喝饮料的欲望 还能补充维生素C 大多数的孩子都爱喝饮料 我们当然要做的就是给它把好关 过年要开车回家或者自驾游的 背上这个车载垃圾袋真的太方便了 它是可以站立的就是不管你放在哪它都不会倒 平时在车上吃个水果零食啥的 扔着也很顺手 后面还是自带背胶的 就是你坐在哪里方便就把它往这一站 还是大开口的设计 哪怕你扔一个大零食 或者孩子着急要上厕所的时候都能用 撕下来也不会流胶 像我这样一卷就能自动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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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